OK 聽說開始了 不能亂說 然後我們今天 題外的是用 一個晚上時間打完一個購物車網站 然後我不確定能不能完成 不過我會 教大家一步一步做下去 那首先ROS的NEW 我之前已經講過 就是你可以一層一層的問他 那在 那我們需要的是 等一下 我需要木頭加妹 ROS 我看一下喔 不理我 靠他NEW出來了 ROSNEW 然後我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PojaName 比如說 Sharp 那 這個網站叫Sharp 然後我需要是我的 Database 等於 MySQL OK 然後他開始做BundinStore 這些東西都是之前的 然後我先說一下 我用的這一套軟體是 Tmax 它叫Tmax R A 它叫Tmax 無聊的話 很多黑黑都在用 因為它很好用 是這樣子 P 然後 我應該NEW好了 它叫做Sharp 這就是我們之前在講的一個 ROS 最乾淨的專案 什麼都沒有專案 那我們專案一開始的時候要設定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Database的YAML 那 我們自己有說你應該要設定好你的 帳號密碼 當然這一套是 Public 你加的不要給人家看到就好了 這邊沒關係 OK 然後再來是 我們今天會用到幾個GIN 所以GINBAR裡面要改一下 那有一些我不會用 有一些我會用 那 我看一下是 TurboLink我不會用 然後JBuilder我不會用 那 Istack不會 Spring也不會 所以只有最基本的這一些 可是我還要再加幾個 我自己要用的 是今天要講的 第一個是 GIN 不要Paginate BHR NAT GIN DEBUG用的 GIN 我記得是PR玩 ROSPR玩 然後GIN Device GIN Feverglyb 然後GIN GIN DALI應該不用上 先 對先這樣子我應該大概可以把整個購物車打完 第一個是 分頁的 外掛 第二個是我們之前在講Ruby的時候 講的 Ozenbring也就是AP的指令 第三個是 PRY 是 做一些奇怪的軌擴充 然後它扣會比較漂亮 它是取代IRB 那如果你用ROS S去Console Mode的話 它直接會用PRY取代 取代掉IRB 那 Device是做註冊登錄系統 這個我們等一下也會帶到 那Paper Clip 是做檔案上傳 當你 一張圖片上傳的時候 它會自動切割成N份 那你那N份就可以放在不同的地方 比如說首頁或是 產品介紹也或是哪邊 那這是我們今天 應該只有這些GIN 好 那GIN完之後 就要 Rate Bundle Install 上次有說Bundle Install 其實就是把GIN 裝到完 這件事情 它要跑一下 那今天因為我是產品導向的 所以我直接 全部打到好 也就是我的LOUT基本上打一次 然後什麼什麼都打一次 就一次倒結束就對了 不會 在中間 過太多的水 那所以 我們現在開始 先設LOUT 那 那我在做的時候 應該一開始都空的嘛 那我們直接分三層 也就是我們以前有說 那個每個使用者至少會有三層結構 那第一層會是 Public Public我會建議直接打一個類似 Resource 然後譬如說 Static 然後 這邊可以打一個 Only 譬如說我只要他的首頁 所以這一頁就是首頁的意思 然後他的Ctrl在Static 然後Only 所以他就只會建一個LOUT 是Index 的東西 那再來是Root 就會到 Static 的Index 去 所以這就是首頁 而且首頁只有一頁 那再來是我們今天要打購物車 所以購物車幾個要素 第一個是 商品 所以我們一定還會有個商品 譬如說 Items 那 Only Index 跟 Show 因為你在 首頁給人家看的時候 其實是不需要 要有那個奇怪的東西在的 也就是 譬如說 新增 刪除 這些事情在首頁不可能發生嘛 所以你基本上只有一個產品介紹頁跟一個列表頁跟一個顯示的頁面 就這樣子就好了 OK嗎 那 再來是 我們先做到這樣就好 然後再來是 就是 Namespace 我們之前上次沒有講到Namespace Namespace其實是一個 特殊的結構 這個我等一下會講 那我先把它打完 譬如說 Doo到N OK 就這樣子 這就是一個類似資料夾的感覺 那我大概說一下就是前面上面的 上面的東西會是 就是 譬如說Action在這邊 這是網址 那下面這邊就會變成 譬如說我這邊再一個 Items OK譬如說我這邊再一個這個 那網址就會變成 Items 的 Action 也就是這樣的差別其實只有在最前面的這一個東西而已 對吧 也就是前面的那一層 那這後面都是 Controller name 跟再加一個Action 所以 我們就可以用網址來做分層 然後 這邊也先到這邊 就好 這些我們等一下會慢慢打 那Controller 一開始 比較難打的部分 然後我們還缺一個Namespace 叫做 Admin 對 那我不建議你取 叫什麼Admin 而是譬如說一個亂碼的東西 因為 你不會希望你的後台網址被 被找到 那所以你大概就 這邊取成亂碼 那我們等一下會有Admin的所有地方就改這個亂碼 其實就OK了 那 Anyway 這邊只是做demo Production絕對不要用前面的Admin 用這種 關鍵字來做 你可以打 這樣子的東西 好 那 再來是 比如說 管理 通常我們一個系統在打的時候我建議你從 後面打到前面 也就是 比如說我們先從管理界面來打 因為管理界面的View絕對比前面的多 因為你管理界面一定會有 蒸修三茶 一定會有 可是你前面不一定會有 這些東西 前面可能只要建訂單啊 或什麼東西 那 所以我們 把一些實體打完 比如說 Resource Items 那 這邊做分類的 一個是 要賣東西 一個是要賣東西的分類 那 再一個訂單 Users OK 其實你的實體大概就只有這些 以這個網站來說 那 再來是 如果我是一個消費者的話 我大概就只有 訂單這回事 那 我在對外的話 訂單 還有 類似 Pofile 可是Pofile我今天不講 就是 以一般訂單來做的話 那我們先打這樣子 然後我們等一下會 慢慢的去 擴通 如果我覺得 有少的話 好 好 那再來是 做 註冊系統 註冊系統 我們 等一下 我們這邊少兩個實體 第一個是 users 還有一個是 manager OK 所以有users 跟manager 那 再次 註冊系統 註冊系統的話 我建議我們 用的是 device 這個gim device這個gim 那device就gim 它一開始有教你 像所有的 Ruby的gim 都跟你講 就是我要如何安裝它 然後如何去用它 那device一開始就跟你講說 那你應該gimfile裡面加這一行 這個我們剛剛已經打了 就是加那個gimfile裡面 那再來是你要 generate這個東西 就是device install 所以其實你就 貼上 等一下 噴掉了 看一下 诶 诶 不是這邊 這比較麻煩 因為tmax要用 這個往上去 喔 字太大了 抱歉 抱歉 打不掉你 那 這裡 這裡 OK 問的是為什麼manager沒有意思 manager 喔 抱歉 這是我 不錯我太有意思 OK 那我們再貼一次剛剛那個 好 那他會在你的 網站上面做一個件事情 就是他會新增一個檔案 在你的 Initialize裡面會有個device.rb 那這個檔案在幹嘛呢 他下面都在跟你講這件事情說 你應該去修一些東西 因為如果你去 發出一個mail做confirm的話 就是 突然有一些網站註冊完之後 會發一封email去你的email box裡面 去做 驗證的動作 那你要點進那個mail然後才能去 那個網站 回去那個網站起用那個帳號 那可是呢 那封mail不知道你的 網址是什麼 或是你的hostname 所以這邊就會 預設填入你的hostname 那再來是 這個略過 反正他是 不可以 那 這個也略過 略過 OK 那其實我們可以來 generate他的view 那 其實你可以不用generate 因為他有幫你做好 可是 我們現在要做幾件事情 是 他其實這邊都有跟你講 就是 如何去做過濾的動作 可是你 你這邊就要去看 要去放到網址去 他說明其實很完整 可是你可能要摸一陣子 大概才會知道他有什麼意思 那我們現在慢慢開始做 那 首先我們需要 model 那 他很好笑的 裡面有幫你選一個 就是我們要選擇一個model 如何選擇他 那 簡單來說 複製貼上 然後打 握下 也有噴了 要看一下 他真是不能往上去 TMarkz的壞處 歐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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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 16 рыキャ necesario 不是,沒有 MySQL 2 然後它Adaptor 有用 去買 MySQL 2 這樣我還是幫我一次 好,那再開一次 也有可能,沒關係 沒關係,我看一下就好 對阿,沒錯阿 沒有啦,重點是寫兩次沒關係阿 沒有,服務一直都有開 密碼,對 應該不會一開始就 Live Demo 會存在最前面 呵呵呵 我開玩笑,沒關係 Can create AWS 這最後了 所以它的收入在最前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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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怪的 不好意思 有啊 儲物有上 然後買sql 不是我們家的 username是root 不是inroot 密碼是inroot 再一次 再來一次 還是噴了 這就尷尬了 我沒有用嗎 沒有idroot 如果上的話 應該有上 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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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怪怪的 我記得這個不要用 它內建就有了 然後 算 我們來做一件事情 把我們 對 對 對 我再看一下,怪怪的 除非他抓不到我的Service DreamList 然後 好的,DreamList 對啊,我有上啊 那,Lim-DreamFile 那,sql2 也有了 Q 沒有,因為他有DreamFile 所以他一定會loadDreamFile DreamList 我看一下 那是 有裝太多版本 Cl2 Win-DreamFile 去強制load 某個版本 回來 我總覺得輕版本的問題 試試看 3.0.20 有 哇,M-DreamFile 有點Lock OK 好,看來新版噴了 好 你以為再看一次GinFile 所以新版噴了 那下面這4個 好 那我剛剛幹嘛 我要GinUser 對 那User貼這邊 好 好 那你注意看到他會買歸一個叫做 Device Creator Users 這個東西 然後順便幫你把User Model 進上去 所以你可以不用自己去建User Model 否則他這邊還要亂插 插寒什麼東西 那這邊一樣再建一個Manager OK 那之後呢你就可以針對你的User跟Manager做一些事情 可是這些事情這邊有寫 也就是Database 那個Associative的 這邊 也就是你要不要讓他用資料庫來做登錄的動作 那Recalvo 就是你要不要讓他重新設定密碼 那要不要記住你下次不用再登錄那個打勾勾的那一個 那要不要去追蹤他 也就是譬如說目前登錄時間跟目前跟上市的IP是什麼 那如果這些功能你不要用的話 就把mark 掉就好 就是 mark 掉就是 註解掉 那我們目前不要用的column 很多 因為 我目前只是單純做小的測試而已 Reset Password Token 所以Reset Password Token這個也沒有 好 那我就可以做一個最基本的登錄方式 也就是只有 Email 然後輸入帳號密碼 連發Email都不用 就可以讓他註冊完 那一樣我們的 Manager的那一個也就是 這個 這個基本上一樣 這個Manager通常會打到最基本 也就是這些基本上全部都不要 你要的話當然可以加 就是看你有沒有標 通常這個會加啦 就是登記錄你上次的行為模式 可是其他都不會有 因為 你加管理員應該不用忘記密碼 這個功能吧 對不對 你在 console 下把它打掉就好了 對不對 所以這些都不用 那 所以加到這邊 那 REG DPE Migrate 我剛好quit了嗎 好像沒有 dpe quit migrate REG可以連用啦 所以這樣子語法是ok的 然後他幫你建了一個User 跟一個Manager 那我們繼續打 因為我們需要幾個實體 就是我們剛剛說的 Initia Initia ok 那我們來編輯它 那首先我們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你的Item 那 Creative Items 這就是我們要上的商品種類 那他當然有很多名稱可以高興自己取 那 Do T 然後 And 那首先你至少會有一個東西叫做 Net 對吧 商品名稱 那 Price 那 還有什麼東西 Description 然後看一下 那 我們預計商品上面會在某個分類裡面 所以這邊再建一個是 那分類做幾個簡單的東西 比如說 String的Name 跟 T 點 Initia 的 Position 那 Position 這個東西很好 就是它的 你可以設定它的排序值 那 以這種東西的話 我們家會有很多個類似的東西 甚至有不同的排序方式 那 我建議這兩個東西 尤其Items 你還要再加一個卡 叫做 等一下 我順便把 Magic Card加進去 T點 TimeStamers TimeStamers OK 那Item一定要再加一個東西 叫做 TimeStamers Detail OK 這樣子我們等一下會去做一個 軟刪除的動作 就是刪掉它的時候 不是真正把那個女扣 砍掉 而是把它的一個時間加上去 它就認為它不見了 可是你去做追葬的時候 這個東西還追得到 如果你真的把它砍掉的話 你之後去葬單去追的時候 是追不到它原始的資料 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很恐怖 好 那再繼續 那 我們還有幾個實體 是 oders 就是 dbpring 固定的字 喔不是 這個 這個功能要自己做 這個功能要自己做 它沒有 原生棒內清這個 這個叫做 軟刪除 那 oders 的話需要 第一個是 User ID User ID 一定要 然後再來是 比如說 這邊 就看你怎麼去做分析 它是一次只能買一個 還是一次可以買多個 那如果一次可以買多個的話 你乾脆就留一個頭 在這邊 那 你還要再建第二個項目 因為它是如果是一對多的項目的話 一個訂單有很多項 甚至它每個項目都有它的東西的話 那 所以你可能還要再建第二個項目 order items 那 order本身需要一樣是 unstateless 那 跟 一個 status limit1 這個東西等於兩行啦 你問到我們上次交過的東西了 結束齁 一樣兩個 credited 跟updated 他剪寫s而已啦 那 再來是 status 然後 nualforce default 那 這是什麼 這個東西就可以去描述 他是不是 他目前障礙的狀態 這等下我們新增 也反正我就是給他一個 int欄位 然後 他只有一個byte 這個不要當做一個位數啦 因為在所有int 描述裡面都是一個byte 長度只有在street裡面才會用到 所以一個byte是 負的128 到正的127 那如果 你再用一個是 應該就這樣就好 那你可以再設一些secrets 把它變成 那個0到25 那樣子 我記得是 可是我後面記得這句話沒有用 所以我先把它翻掉好了 好 oders 那oders 是由使用者去建的 那 大家當然會有個status 就是這個單到底付款了沒有 那這個單裡面會有很多項目 也就是 他們 他比如說一個購物清單裡面可以有 買衛生紙啊 肥皂啊 什麼什麼東西 那之後還要再加個數量 好 比如說 這邊再加一個東西 比如說 total 你加到改tax就好啊 對吧 對兩個都可以 兩個都可以 然後 繼續喔 再來是 item4 old id 它重點是old id 然後跟 左邊 拉右邊 拉提點 item的id 跟 我建議再加一個關聯 叫做use id 還有 一些東西 比如說 price 那price的總數就會變到total去 所以這邊會是 OK 那其實上面的這一些全部都是no force 因為你一定要給他才可以 不然我不知道他是誰 那 好 我想一下有什麼 我想一下有什麼 欸 外面的分類 火星形容 裡面的 items我通常還會再加一個 Status 那 一樣是 OK 然後 name vice describe 然後 detail 時間 跟order order 到total 好 那 Status 管理員可以改 然後再來是 9item OK 那 通常上production的時候我建議 你在建這個時候你順便要把index 建好 那index是什麼 就是 我建幾個給你看就好 就是 items 這邊我建議你們用array刮起來 因為index從頭到尾都可以加多個 而不是一個 那 你要記得是所有可能會被回合到的東西都要加 所以像是這個 這個 這個 這些都是關聯用的column 那這些可能都會被加上 回合的condition裡面 建議都要加這個東西 那index還有一些用法就是 譬如說 你可以用 我這邊打democode 譬如說items的 serial 然後是 unicode 那這樣子就可以防止你打到一個相同的序號 也就是相同的序號 只要這個條件有加這個序號就只能有一筆 這個在db的 很多db裡面都有支援 就是unicode 它可以指定任何欄位 包括Screen 或者Andy 全部都可以 好 這是幾個實體 那我們現在實體 目前有 先讓我記一下 catch items order 跟 orderitems 好 那 先 鍵完 好 我們之後來建model 等一下 我少幾個東西 對 我還少東西 首先是我們的產品要產品圖片 對不對 然後 對 這邊只有產品圖片問題而已 那 產品圖片的東西叫做paperclip 這個 類似的東西很多套 那我習慣用這一套 我用久了 那 首先是 裡面有一行叫你加一些東西 就是 通常上面都會叫你安裝 然後 像它一定要用 ImageMagic 所以這邊有教你安裝ImageMagic 那 因為這一台是ubuntu 所以它用的是 速度的 OK ImageMagic 那如果你這樣裝完之後 你就會有一個 conver的指令可以用 那你可以去問它有什麼用 當然 裡面的東西非常的多 因為 轉圖 還有轉影片是非常大的趣味 那 無聊的話 想不開的話可以去看一下 看它到底怎麼轉 然後再來是下面就開始教你用 就是比如說這個 請在你的gene file裡面加入這一行 如果你要用它的話 那再來是 quick start migration 在這邊 也就是我如果有個圖片要加的話 前面是model的名稱 也就是我們剛剛打的items 後面東西就是你要秀出去的檔案名稱 就是那個colour name 因為你一個model可以支援很多給它的 就是很多張圖片在做任何事情 那 所以 其實就 這隻貼帳 那所以 reels g migration 那 theitems cover 那 你高興取photo啊 什麼東西都可以 那 這個 這個 這行打進去 它其實叫你打up跟down 那 開心可以把change刪掉 我們這邊有說change是可以刪的 可以改成up跟down 那 就是 這邊變items 那這邊就要去看你要有幾張圖片 如果你真的要做成相簿式的話 你可能需要有一個一對多表 就是你要幾張都可以 那 如果你只需要一對一的話 像我們這邊先做一個一對一就好 那就上一個一對一的名稱就ok 好 那 下面就是用法 這個我們等一下會再用到 好 那 所以我們再做一次 就是 買歸 ok 那 我說一下它真正加的是什麼東西 就是在 schema內 那 schema這個檔案是一個快照 也就是你每次做買歸的時候 它就會把 目前資料庫所有的現況 那個 copy分到這邊來 所以它就是目前資料庫 最原始的狀況就對了 那它會幫你加這四個color 這四個color我先不吐槽它 因為 我們放上面有一篇文章寫比較好 可以這四個都砍掉 然後另外再增加一個叫fingerprint 那 因為今天趕時間 所以這邊就先不修 ok 那 好 那我們繼續來打model 因為我們之前有說db要玩 就是schema完成之後 下一層是model 然後再來是整個 剩下來規劃的東西 那model其實已經有好兩個 也就是 manager 那 manager這邊東西要改一下 就是 第一個是db這個通常會開in 就是你要用db來管理註冊這件事情 可是呢 我們的管理員不允許被註冊 因為管理員應該從console下 或是哪邊去打key的report 丟進去就好 不允許被註冊 所以這個東西要扛掉 mark 掉 那下面是 忘記密碼 記住 然後跟蹤 然後要不要去做驗證 這些 全部mark 以管理員的身份來說的話 那 user 就比較好一點 user 我們需要他被註冊 這個要開 那 可是後面的這些我們剛剛好像都沒有開 那 anyway 這邊都可以把它mark 掉 OK吧 那 這邊的所有東西其實他的github那邊都講很清楚 也就是 每一個項目的真正的意涵是什麼 那 其實這邊是對照的 也就是你的db 剛剛我們db其實有過一份類似這個東西 也就是如果你要recoverable的話 或是rememberable的話 你應該要先把那些column打開 也就是你的db有那些column可以去塞那些詞之後 這邊才有作用 啊不然可能是這邊會曬到值 因為他沒有那個方法 可能db的就不要去掉 不能放著 他用的時候就在這邊打開 欸 你那樣會錯亂啦 因為有一些資料有 有一些資料沒有 對 所以通常這個東西開始就要規劃好 因為後面修後還蠻囉嗦的 好 那 就這樣 然後呢 我們還缺幾個實體 比如說item.rb 那 開始打 ok 這是item 那item缺一些東西是我們剛剛有加一個叫做 Pevaclip這個gene 那它裡面需要item要加東西 也就是這一行 跟下面這一行 這model裡面要加齁 那它你開心其實可以斷行會漂亮一點 就是比如說這樣子 那我們剛剛打的color name是cover 所以這邊也要一樣 ok 那上面這邊就取決於你要幾張圖片 所以這個style很重要 這邊是 這邊算非常重要的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我們再放有一篇文章 專門在講這個 ok 圖片上傳說明齁 那這個之前就整理過也就是 這些符號到底是什麼意思 也就是一張圖片 上傳一張圖片 是怎麼符合那個size 如果前面有size 後面接這個符號的話 那我直接寫一下就是 如果我要當我的小icon的話 那你這邊高線就可以寫一個什麼icon 然後呢 150x150的緊緻號 它就會裁得四十方方剛剛好 那如果你要去做一個cover的話 那300x300差不多 好 那這邊先這樣 這邊都有寫 然後甚至下面還有一大堆擴充的語法 教你如何去制定那個convert那個指令 然後你就可以做到一票很多很奇怪的事情 那你高興你可以自己寫轉買語法 或是改圖片啊什麼都可以 好 那cover基本上這樣就結束了 也就是上圖片這件事情 那我們目前只有兩張圖片 那我說一下它其實還有第三張 也就是它內建的一張origin 那我建議這張也要加進去 因為它預設會幫你升 而且一定會升 如果你不設的話就浪費掉 那你一開始就把它設好 那這個我會設1024x1024x104 那我們目前有一張圖片可以用 那再來是他其實是 等一下我看一下 我記得他會保留原始大小 連壓都不壓就全部存在那裡 可是他有過轉圖 我確定他有過一個轉圖 所以他其實不用怕他被入侵 可是他其實是有那張圖片 然後我要看一下有一個 是不是沒有加 db的 schema的 對我沒有把分類加上在這邊 那我加一下就是 6g 欸 怎麼噴啊 怎麼噴啊 今天一直噴 怕不掉你 User是不是 啊拍謝 這邊有豆田 啊 manager manager save ok 那我們剛剛有 缺一個column 那這邊就addcolumn 啊 items 的 sid integer ok 然後 norfos 好 我們強制他要好了 好 norfos 也就是一個東西一定要有符規在某個分類裡面 那 migrate 好 那我們剛剛我想到的那個model就可以打完了 那再來是items 那所以items是beyondstool 我之前有說就是如果我家有別人家ID的話我就是beyondstool他 所以這邊就cat 就這樣就好了 好 那再來是我們要鍵 cat. 寄存 相信我我就是這樣打的 因為整段太長了 我們加很多這種縮寫 smenu items 好 那 這邊其實你高興的話可以做類似什麼 X20 tree 的東西 它可以自己變一個塑裝結構 它這是一個gene的name 你可以去找這個gene 然後 可是它的原理很簡單 其實你自己自幹應該可以幹得出來 反正你就有個paymentID 然後你就用paymentID去找紙袋就好 好 那這個ok了 那 我們還缺什麼 還有一個or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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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 還有一個order item 那再來是 那再來是 啊 換不掉嗎 item 喔 抱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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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然後 繼承 疼 疼 wn 尺 尺 尺 疼 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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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rder 這三個缺一不可 OK吧,就是一個項目裡面 然後之類的 好,那記得上之前先測一下 因為Console介面裡面 什麼東西都可以測 那你可以把剛剛實體護教出來 看他有沒有 Table這件事情 比如說Order.com 可是他一開始要先Console一次 他才會去取到 有東西嘛 那就表示這個表是存在的 就是你有看到下面那些Console的時候 這個表是存在的 那再來是Item 跟 OrderItem 跟User 跟Manager OK,那這些實體 目前都有 他只要是Console列出來 大概就是有那東西就對了 好 然後再來 把Controller打完 我們再去看一次我們的 我們再去看一次我們的落頭 那這一份要跟著打才可以 那我先把它丟到一邊 做B-1 好 這東西很好用 那我們另外一邊 打那個 Controller給你看 就是 一邊鍵Controller 那因為我需要對照表 因為這兩邊是 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那App OK,目前在Application層 那我們有兩個Namespace 所以我們要鍵兩個資料夾 而且它是基層的關係 所以 我們要 NKDI H4 OK,再來NKDI ADNN 所以 它的結構就是長這樣子 比如說我 Controller後面有個 子目錄 子目錄通常就是public 的第一層就是這個namespace 左邊的namespace 那第二層admin就是 dashboard裡面的admin 它是一個繼承結構 那我們再繼續打下去 那 你要記得就是我們每一層都會有開頭的東西 所以 我們需要鍵一個東西 比如說 然後 等一下 那個頭很難記 我找一下 其實就是這個 那這個有特殊打法 我先把它付出一下 那 dashboard.controller的rb 那它要怎麼寫呢 它其實是需要有個有趣的header在 那這邊的這一層你要看你要繼承哪一邊 也就是如果你不想受application影響的話 就是上面那一層的application control的影響的話 你乾脆就執行 繼承這個就好 你不用去繼承它 那 可是 如果你又想要方便性 你不想寫三個 因為我們現在目前有三段 也就是public這一層 最外面這一層 跟dashboard這一層 跟admin這一層 都沒有三段 那 如果你想三段都繼承同一個當然OK 那 你的方便性會增加 那 如果你都想從頭開始的話也可以 可是 你部分call可能要佈置三個 也就是三個開頭都要 那 我會選擇偷懶的那一個 那繼承到哪邊去呢 這一層叫做dashboard 對不對 所以呢 開口請用一次dashboard的nestbase ok nestbase 那再來是 他的全名 結束 就這樣子 這一層就這樣打 那這樣打是有好處的 你雖然會覺得他很雷醉 可是他很好打 OK 這是開頭 那 這邊需要驗證一個東西 也就是 使用者是否有登入 對吧 我們剛剛不是有說 我們的public是給全部的使用者 那dashboard是給一般使用者 那admin那層是給管理者 所以這三層不同的東西 那 你去看我們之前device這邊 其中就有一行 教你說 如何去驗證使用者 就加這一行就好 所以是 所以是 before action 而且我一定要去驗證使用者登入 他才進得來 到這一層去 那之後的所有繼承這一層的 開頭的 就不用寫那一行 這是他的好處的地方 那 這個要複製下來 因為這個很難打 好 那再另一個 我們這邊還有一個是oders 所以我現在要建一個oders 所以我現在要建一個oders oderscontrol.rv 那所以這邊一樣 從頭開始就是 dashboard的oders 去繼承 剛剛我們建的那個開頭 所以這邊不是繼承 avocation 也不是繼承 最開頭的那個 而是繼承這一層的 最大的那個開頭 好 那這邊就可以開始打你的 CIUD 你開心打什麼都可以 進去 這邊就是control的東西 OK嗎 好 好 我繼續說下去 那這個效果我們等一下才可以慢慢看到 不過我一次就先把它打到底 那再來是 OK 這一層是admin 那照我們剛剛的寫法的話 會繼續接下去 所以我們今天一樣再去 看一下 一樣這一層 admin.rb 那 class.admin 欸不對 這邊是 這個才對 等一下 不是這個 D層 OK 這邊就是那麼的長 是很囉嗦的 可是很好用 那 一樣是第一層 然後第二層 然後這一層 目前的名稱 那這一層目前的名稱 通常會跟他一樣 那他就是那一層的最開始的那一個 那一樣我們可以去驗證 他是否有 manager進去 所以這邊要改成 manager 那之後我去計程他 之後其實我就不用管 反正他一定會去驗證 他有登陸 管理員這件事情 好 那再來繼續下去就是 min items OK 所以這檔是 items 計程這個 然後 這個很難打 而且每個都要有很多桌 可是很好用 可是你要一定要用它 OK items 所以你應該知道這邊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然後為什麼會有那麼多 然後這個名稱跟最後面這個名稱 就是我剛剛說的 因為他有 他的 掛階層的一些問題 OK 那這樣子的東西我們需要有 一二三四 等一下我先打完一個好了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我們的 Loud 那 上Loud Loud已經打完了 那我們還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Ctrl Detail 因為我們Ctrl 現在沒有東西 那再來是 View View也沒有 那再來是 那個什麼 那個叫什麼 其實真正的管理員裡面 那所以我們慢慢來建 第一個是我們先去建管理員 那管理員怎麼建 其實就是你去Console裡面把它建出來 例如說 Manager 那Manager.create 那他的 主key是email 所以就 OK 這是主key 那 他說 他說我請小心打 因為這邊打 一定會被人家看到 好像數字不夠 我看一下 好啦 我打我喜歡的 我打我快速的 比如說 OK 這樣其實就建進去 這樣就有Manager 不用過任何的註冊系統 反正這邊打進去 新增上來 就可以用 對啊 這邊全部都會加 而且這邊做HMAG 這邊做高級貨 而且每次都換Key 而且還有那個PrivateKey 有做 所以 他做了很多 所以 開心 用Device就結束了 那 再來是 登錄畫面 其實他已經Lay好了 也就是 比如說 如果你去看 我們的登錄畫面 BlackLouds BlackLouds 靠這邊太多了 看一下 做G Q 好 你注意看我們剛剛的 你注意看我們剛剛Louds 打得很漂亮 就是 我們有 ManagerLogin 跟UserLogin 這個已經可以Walk了 好 再來是 我們一些 Static 而且 Root 本身是 到同一個Static 的Index 去 所以Ctrl這邊好 首頁已經有 已經有Louds View還沒做 再來是 這邊 就是 我的Item有列表 而且可以把它秀出來 每一個Item 如果我把它入好 的話 只不過View還沒有 我們先把Louds 那再來是 使用者可以去看他的 目前到底有多少order 他自己的order 列表 跟他的狀態好 如果你是一個管理員 可以管理這些 所有的東西 也就是我們剛剛很辛苦 打那些 Ctrl的下一站 也就是這一些 Ctrl的 也這些也多好 那 如果你想把這些 on起來的話 你有幾個 你有幾個已經可以進去 比如說 這個 Sign In 應該OK Sign Out OK 那我們來看一下 是 Session 跟Rigit 的New 所以是 這邊 因為Device 是 Device內定有 等一下 我要去背景 背景 這是我背景 欸 等一下 我剛剛 是Shop 這是誰死 OK 剛剛那個是我的背景 那 我已經把Server打開了 那之後 我就可以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我可以去註冊 註冊這件事情 OK 因為Device內建有一些view 可以用 那 那 我來去一幾號 欸 我討厭 那 1.47 OK 因為這邊會噴 因為我們剛剛沒有view 對不對 那 Routing Error 好像這個Control也還沒生出來 那我們等一下再生 那可是 我剛剛說的重點是 其實我們的Route可以做了 也就是 Users 的 Sign Up 喔喔喔喔 對對對 那個Turbelink我砍掉 所以他沒有Turbelink可以用 那 那個檔案在 在 App下的view 的 Layout 內 沒有 因為 Demo 應該不需要 你加他的話 有時候 你的 Refresh會怪怪的 就是 從整理的時候 你的 JavaScript 會補錄到 Turbelink 啊對 他裡面還有一個東西 有 在 Sign Up 裡面的 JavaScript 的 裡面 這邊還有一個 Turbelink 再來一次 OK 那 這是他Default View 你可以去JavaScript的 他的view 他的下法是 我之前不是有說 Rails G 這邊可以一層一層問 對不對 那你一層一層問的時候 裡面 因為你有上Device 所以裡面有一個Device View 不行 我每次都忘記 他要用 這樣捲 這是之前的 可是如果你有上Device 會多這一項 你就是把它View View出來 你可以把它View出來 那View出來之後 你就可以去修改 那個原來那個 英文粗粗 那邊 所以你可以Rails G 然後去 製作這個東西 製作完之後 這是他Default 然後你身材可以把它切走 他的設定值都很多 那我目前在 選擇 然後 我這邊只是Demo而已 比如說 這邊打個View OK 那我期望應該會有 會有View 所以你就可以針對這一段Code 去做客製化 那 Anyway 這邊是註冊用的 所以你就很開心的去註冊一個 比如說 千萬不要做這個事情 因為你的管理者 跟使用者 剛剛很一樣 OK 那 Anyway 他其實已經註冊完了 只不過他轉到我們的 首頁去 然後我們首頁就噴掉而已 那我們去做首頁的東西 那 那我們的 等一下 我再看一下 我們缺哪一些 你的root層應該只有 statics 跟 items 這兩個 controller 所以你就看它 落氣 就大概知道你缺什麼 那我們 controller要補上 items 有秀 跟indox statics 那 ok 這邊就很好打 因為它只有 它是第一層 所以它是 statics 既成 好 可以chain control 那我們剛剛有首頁 所以一定會有個 是叫做index的頁面 那這邊就可以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你要去把所有的items 拉出來 所以這邊會變成items 點 這邊要直接接第三個gen 就是 wellpagenet ok 這個外掛做分頁用的 因為我們一定會有個分頁的狀況 所以 這邊直接接這一行 就可以做好分頁 ok 那等一下我們在view的時候 再去真的去用它 那 ok 這邊有items 那 還有一個items 等一下 我們剛剛打錯名稱了 ok items ok 那我們這邊有兩件事 要做 第一個是index 跟 show 那通常show 因為它本身有id 也就是我們在lau裡面 也就是我們在lau裡面 有一個叫做 我們上次他上場 好像沒講完 也就是它有兩個狀態 一個是叫做collision 一個叫做member 那這邊是collision 也就是它不指定id的狀況 跟這邊要指定id的狀況 跟這邊要指定id的狀況 那所以我預計 他會給我一個叫做 perminus的id 那其實我就可以把那個實體找出來 也就是 atitems 等於items.find 這個我就可以拉到那個東西出來 把那個 反正你給我一個id 我把那個東西拉給你 就大概這個意思而已 那items 這邊其實有點重複 其實就跟剛剛那邊一樣 那我去把它複製過來好了 就應該用一個items就結束了 就應該用一個items就結束了 然後 我先把它打一樣 那這是一般的擋桌的行為 所以我下一步是要把它顯示出來 那下一步顯示出來 我們需要做另外幾件事情 第一個是我建議的 at 只要是如果我用分頁的地方 我都再加一個變數 多一個變數 因為這在前端很好用 我用給你看 也就是類似 這個 然後呢 為什麼要這樣做 因為我可能會有很多實體 可是我的分頁的外掛 的view 我只想寫一行 那我就可以寫在layout裡面 類似寫在 1-這個 好 那我們剛剛有說一個 分頁要用 可是它要顯示在哪裡 那勢必它要顯示在 例如外面 那所以我們在最外面那層 有比較layout的東西 那我們分頁的那個按鈕 就要顯示在那邊 那可是你會注意到這個 件事情很淡 可能就是 我一個posts 然後 一個變數 然後我要寫這樣子 這兩句要差不多了 那 可是我去view的時候 我都要用這個變數 可是我有item 我有case 我有user 我有manager 那我是不是每個變數 我都要寫這一行 聽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我每個view 只要有分頁的地方 我都要寫這一個 那可是這個 這樣子不好用 所以我通常會多一個變數 也就是剛剛那個連等於 多一個變數給他 所以放在這邊就好了 所以我這邊就改成 OK 閃掉 OK 就這樣結束 所以如果我找到這個變數 而且他有了 那我就嘗試去把它分頁叫出來 那他當然如果沒有分頁的話 這一行也不會出現 那 之後 繼續做 所以我上下都各夾一個分頁 然後裡面有內容 那我這一版就做很簡單 就只有一些簡單的例子而已 那中間東西用hr格開 那再來是 我們再加一些東西 登入 登入這件事情很重要 就是你的前台要讓使用者登入 對吧 那如果他登入的話 你要跟他說 嗨 歡迎你說 誰會來 好 那如果沒有登入的話 他可以選擇註冊 所以一開始 他有幾個status 那 這邊就可以開始做 譬如說 if cern user 如果你的 device 有上好 而且model有上那一行 就是device for 什麼東西的時候 就會有一個cern user 跟cern manager 可以用 後面這個單字取決於你的model name 所以你可能會有奇怪的東西 不然就改它名稱 就好 好 那else 跟 and 也就是如果他登入的話 你要顯示什麼 譬如說 通常要顯示兩個東西 第一 譬如說 hi 然後 name 總之要給它名稱 我記得我們好像剛剛沒有加name的樣子 好 那沒關係 我們至少會有email可以用 OK 那再來是 第二個是你要給他登出的按鈕 對吧 那我們的登出按鈕 其實我們剛剛建的時候已經建好了 就是 relaus 這邊要慢慢的 轟軟軟 轟軟軟 SessionDetroit 這個 所以它叫做cern 它可是不是manager的 我們要找到這個 好 那你要記得 它是delete delete選項 所以我們要先call這個過來 那我們剛剛編輯的,這一個 那這邊寫一個 Link To 那登出 然後Path在這邊 那這邊還有一個東西是比較特殊的 這邊要另外寫一個 就是 我記得是直接寫一遍 這個後面不用加Path Delete 喔要要要要,還有一個Path 是Messor還是DataMessor? 我記得是畫Messor就好了 OK 我們預計這樣子就好 然後第二個是 如果它沒有登錄的話 我應該要給它兩個連結 一個是註冊,一個是登錄連結 對吧 那所以 我要像回去抄了 等一下 好,回去抄 這邊看比較大 OK 一個叫做 SessionNew 也就是Sign In 因為我通常都寫後面的SessionNew 不是寫前面的 那所以是 New User Session 跟 這個 User Repeation OK 那 先 我要怎麼用 我去另外開一個 這邊 這邊當暫存而已 A A Q Q Q SessionNew 這個 OK 我要打這兩個 那 首先打上面的那一個 是 AQ AQ 提升一下第二個 註冊 OK 我其實完整的東西打完了 就是整個大的框架 那可是我還有一個東西沒有打 就是我首頁裡面有什麼東西 我首頁還沒有打 那首頁的東西在 Statix裡面 所以是我要在 NDR Index 0 ERB 那之後 這邊其實就亂寫 比如說一個H1 寫線H1 然後 也是首頁 一個轉開 那我們其實已經完成了剛剛所有動作 第一個是 我剛剛已經登錄了 因為我已經註冊結束了 所以我現在已經登錄了 然後這頁我剛剛首頁 然後我可以登出 然後我還可以再登錄一次所有的 WrSW 這是剛剛毀滅 所以我的登錄系統已經好了 那 只不過這邊還沒有一個 物件管理系統 就是把我東西 NU進去一個一個NU 然後列出來 然後可以幫他加購物車 對 這就是購物戰的基本功能 所以我們現在慢慢打 很高興 現在只用了一個小時 那應該做得完 好 好 那我們慢慢打 那 剩下的會比較瑣碎一點 因為剩下都是Controller跟View的結構在玩而已 因為 其實剩下的東西不多了 那我們還需要打幾個東西 那 我想一下我把我的 Statix拿掉 然後我們先做別的東西 因為 這個東西有點飢餓 Statix有點飢餓 因為item的index其實就可以把它弄掉了 所以 這個抽掉 然後 我們弄root到 items上 OK 那這樣就一樣 那所以 誒 對 我們剛剛那個沒有弄 所以 Ele OK 那再來是 有個item秀頁 可是這邊我先不打算做 我們先把後台打完 因為你有後台打完 才能開始去new那些東西 new那些物件什麼的 那 那 dashbar admin ok 好 那我們剛剛有幾個實體要做 第一個是 item 就是我們要去新增商品 那 這邊有幾個做法 可是我這邊做法都很hard code 因為我所有的view基本上都自己蓋自己手打 那所以可能要等久一點 那我等一下會用複製貼帳的方式會快一點 那 譬如說 算了 我去弄個scarful來好了 因為這樣太慢了 我找一下scarful的mamespace 我找一下 因為我們現在有用到mamespace 然後我需要有view 去 去 看來沒有 好吧 我們還是去那個 一般的 然後我自己做一份 那 一樣一層一層問 然後scarful在 這邊 ok 然後 他還沒做view 看一下 ct scarful name space 哦,就在下面了 看來沒有 看來沒有 好 那我們就這樣幹吧 沒關係 我們建完scarful 把它變到 admin去 scarful的 然後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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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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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剩下 沒了 我們先做那兩個就好 因為中間剩下是關聯表 那我其實只需要立為 那 我們剛剛 有建了 cp items 到 dashboard 我們 admin 好 那其實 我們的items 其實其他的不用 例如說 edit不用 然後 fone不用 new不用 對呀 放這裡 然後 cat 先這樣 然後呢 我們重點是剛剛的那一個 admin的部分 也就是 也就這邊 我要他scuffle 因為我不想打那麼多view 的東西 那 那 之後你就可以看得到 譬如說 我們開始修 那 如果你有scuffle 的話 一開始要修哪邊 通常在修 lout 那我需要lout對應表 所以我再開 我有背景可以用 這樣走開 然後 然後 sharp 然後 reg lout 為什麼要修 那 paste 是因為我們的paste 通常在上面 就是 因為他很長 可是我們打scuffle 是一般的 所以他在top 一個下 不是在那後面 所以我們這邊就開始打 譬如說 譬如說 在這邊 bombo在這邊的時候 他的namespace會錯 所以 通常會拉到外面去 所以這邊會變成 ad ad 那 靠 裡面什麼東西都沒有 好 算了 等一下自己打 ok 所以 這邊只有留一個summit按鈕 然後 我們去edit看 那 那 他的重點這一行 在這邊 end ok 那 這邊缺一個東西 就是他有item 可是他的配置是錯的 所以我們要找的是 再 再 再 這邊是item editor的下一步是 update 那 我們要找update的 這個 如果下面沒有就是上面那一個 因為他是從上往下蓋 所以 下面沒有 這是get 這下面都是屬於這個namespace 只不過他的messer用的不一樣而已 所以是這一個 那我們要用的是這一份 就是 這邊是 最後是update 這個 對吧 那 所以他的 那個什麼 檢討名稱這個 所以 這邊會變成 誒 不得 有捲到 paste 那 這邊還有幾個東西要打 就是類似messer 會變成 page ok 再來是pore 那 先這樣 再來是 誒 等一下我看一下 這一行要複製 再來是new的部分 這邊 這邊會是一般的post 然後你還是一樣要去看一下它的lout 因為lout很重要在這邊 因為你lout走不對的話你怎麼樣都不會跑對路 然後它是create 所以你要找create create這一行 那 這一行接到底 因為它斷行 所以它是create 那 它的lout是前面這個 所以 所以p 回去 這邊 貼上 好 那 Render這邊有問題 是因為它裡面有一個 有用一個 f的tag 那 可是 我覺得我先把它砍掉 我自己打一個 好 好 那我們剛才有幾個東西 就是x.f.net 那前面譬如說 名稱 那我們好像有價格喔 這邊可以打Number field OK 然後最後是 送出 我記得它有close 誒 送出在哪邊 好像在裡面 tto tto 那我拼錯了 OK 這是最基本的view 那 還有幾個東西是 你會發覺這back的paste 是錯的 那你不如把它砍掉算 那跟 等一下 我們順便把這兩個 一直過去 那還有一個edit頁面的 這兩個也是錯的 所以這個也砍掉 然後 Render 砍掉好了 我們自己寫 那 rm 底線 然後 index index 基本上也全錯 因為 因為 這是最基本的layout 那 可是這個 大概 大架構是對的 那之後你就其實去 想辦法去擴充它 比如說 corespace 為什麼要上 等一下 td 這邊不對的 這邊不對的 喔 他把那個混成三個 那我們家其實 只打一個就好了 所以他就全部擠在 擠在一格 擠在一格就好了 對啊 擠在一格就好 你可能給他一個button的東西 做一下 唉 少一個td 這邊th 所以這邊 這是最後一格 所以這邊是管理 那 我們再增加幾格 一定要的 第一個是 id 因為 你才能去做id的事情 那 我們剛才有一個名稱 一個 價格 所以 價格 好 那 所以我們td之後 就開始做 比如說 td item item.name 吧 item.live 那之後呢 秀頁其實不用 因為我們家很多地方都沒有秀頁 後台裡面只需要有Edit頁 Edit頁本身就是秀頁 懂我意思嗎?這兩個性質很像 秀頁除非在前台 前台才有顯示產品這件事情 所以後台通常都沒有Edit頁 就沒有秀頁 可是一定會有編輯跟 刪除這兩回事 那這邊當然有個Data Confirm 就是你確定吧 那最後這邊有個連結 就是New Item的連結 可是我們剛剛說因為 Law全錯 所以我們這邊要打到 New Item A New Item 是Get 這一個 所以它的配置是 貼上 就這樣就好 那這邊是什麼 新增 產品 好 那這邊 大概這樣就OK了 就是產品地表 好 好 那我先存一下給你看一下 我們剛剛辛辛苦苦 情分的結果 是什麼 就是 等一下 我好像缺了什麼 我們的Layout有缺 我們的Layout要打成三份 我們剛剛只有一份ApplicationLayout 就是給最外面的 那這邊我做demo而已 我不做太多的內容 三更動 Dashboard 拍不到你 待會兒MV Dashboard 那 CP OK 那我們改一下 就是 我沒有地方可以改 我給他看一下 我每個都加一下好了 譬如說 H1 對外頁面 對外頁面 OK啦 這是Public 所以你們家美工 就可以針對這一頁去做美化 反正是Public 用的要 那再來是 等一下 先把它複製下來 新租 打錯 Dashboard 不用這一行 因為我們有強制規定 它要登錄 所以一定會有 クlame user可以用 那所以這個可以刪掉 OK吧 這是使用者管理 後台 所以這個是Dashboard 那再來最後一個是Admin 那刪掉 可是這邊要改成Manager 因為我們剛剛有做Manager 那這個要改對 因為這邊是Manager 插入 這是後台頁面 後台頁面我建議再做一件事情 就是後台有很多項管理 譬如說分類管理 然後商品管理 然後還有使用者管理 甚至管理者管理 所以你可以把你們的選單打在這邊 比如說 那Link2到哪裡 比如說 我們是Items 商品管理 那我們剛剛商品管理頁的首頁是Index Index的Loud是這一行 所以我們回去就會變成這個的Path 我們目前先建這個就好 那結束之後呢測試的結果就會變成 好像沒有MyGrade Q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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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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b QQ Q imiz XG Q Q Q 朋友 Q 這兩個是多,這兩個是多的 OK,那 這是首頁,可是我們現在要去管理商品 所以我們的網址是,我們剛剛有打三個階層 所以階層應該是 誒,掛了 等一下,它叫做item 誒,為什麼?我看一下 item s 第一次去管 看一下要怎麼掛 做tp 喔,它是adminitems OK,那我們剛剛有做一件事情是 它的manager要先登入 對不對 所以它這邊就會強制你規定 manager一定要登入 那我manager在最一般的時候 最剛剛的時候其實有做一件事情 你會發覺我的使用者已經登入 可是這邊要求是manager 所以你的manager要再登入 因為這兩個是分開的 我們剛剛做了兩個身份存現 那 這個也是一樣,可是這個是我們在 controller下 那個console下行程的 那進去 靠,我們的controller沒有打 那我回去打controller cd 對 對 你絕對不能在user上面加一個 isadmin的 什麼鬼他人這種東西 因為你的入侵的方式 如果你哪一天usertable更新錯了 所有的人都會被你趕緊 對不對 然後再來是這件事情比較尷尬的是 那如果我知道你是哪個使用者 我就嘗試用那個mail 然後一直去try你的密碼 對不對 因為你只做1比1 對不對 所以後來都會建議說 那你把user跟manager 乾脆拆成兩個不同table 那你的manager可能只有個位數 你的manager 你的一般user可能破百萬 對 你這樣對比之後風險 你就知道他大概怎麼抓 所以通常都會把manager的table 再另外切出來 然後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登錄畫面嗎 對 那邊就可以再切開 就是我們可以把管理者的登錄的地方 切到很後面去 就網址啊 加在那個某個亂碼後面 這就OK 其實K&K就是這樣子 喔沒有 K&K是下一層 K&K其實算是Contro 2層的東西 對 也就是登錄完後 你到某個action之後 他會去做一些標準 對 對對對 他是在到 反正他已經是登錄之後的事情 然後不是在這一層 聽說我們沒有Contro Index 前面其實跟最外面的那邊一樣 就是 現在應該是 等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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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em點 我記得是這樣的 我們打 H 連結 好像吧,試試看 恭喜我們有 產品的表 這邊還是 public 有沒有 是因為我們少一個語句 就是在 Ctrl 內 那我們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admin的列表這邊 我們要建一個叫做 layout 然後 admin 你這樣寫之後呢 所有繼承它的 controller 自動會變成後台頁面 所以你這樣就很好切 就是你丟給你每攻 然後他就切三個板 丟給你之後你就打三個 layout 那之後呢 controller 只要繼承那個 那一層的頭 繼承上去之後他自然就是這一層 那所以其他層就不用再一直重複那一行 layout 等於誰 layout 等於誰 好 那我們目前有產品列表 然後我們去寫一隻機器人 然後去塞一大堆 亂術產品進去 對,有一隻GIN很好用 他叫做 Faker 我直接打給你看 另一隻GIN GIN file 然後有一隻GIN 順便再加一個 我記得就是這樣 那 然後什麼叫Faker呢 我們去看一下就是 GIN 他是一個很蠢東西 可是很好用的東西 就是 假資料產生器 我們家後來去塞人家的那種 創建API 像我們家最近在打那個信用卡申請 那種 等一下去戳他 我們測試機器 我就打一大堆 假資料過去 OK 那這邊就有一大的Faker 就是 比如說Name 然後Email 然後City 啊 什麼 啊 我們等一下隨便找一個東西 來當我們產品名稱 比如說 欸 有什麼比較短 好啦 我們就找一個路名吧 比如說 這個 OK吧 那 反正 反正反正看 那 Faker 有Faker 那之後呢 比如說100 我們先看 Item 的東西 Item 那Item我們需要給他幾個Colent 第一個是 然後這樣子我們沒有Cover 就是我們封面是沒有的 那不管我們先 建一般的假資料 比如說 100 點 times to i 那 item 點 create 那 我們基本上只需要給他兩個東西就好 第一個是Name 那我們上剛剛的Faker 那Price 它裡面有一些怪怪的東西 覺得要上哪一個 糟糕 欸 等一下我直接用Rand就好 Rand Price上Rand 比如說 1到 3000塊 其他先不管 就這樣子 就是 最後丟個True 噴掉了 等一下看一下怎麼 靠 他一定要有個Default的Cad ID 那我先去先 先建一個Cad Cad.great Name Name 就叫做 欸 大雜 會 會 是哪個會 是火字編的嗎 對 好 好 那 有了 所以我們剛剛這個再一次 OK 它就會產100次 那之後呢 我們的View這邊 就有 100個 我們剛剛的分頁在這邊 就建得很好 對吧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開始切分頁 開心的切分頁 分頁當然View 你們可以做漂亮一點 那之後我還可以去做編輯 如果沒有掛的話 他真的掛了 欸 編輯 沒有檔案 那我們去看一下編輯為什麼沒檔案 因為我要編輯我才能把它上封面 那封面通常不能在那個Console上面上 因為沒辦法上 那所以 我們先去修一些東西 比如說 欸 因為通常後台會倒序排序 所以這邊要上一個Order ID DSC OK 反正 反著排就對了 然後再來是 欸 等一下 文刀 根本就沒有 操作了 欸等一下 不用啊 我去抄後面有那個 這個 人家打好好給你的 欸 就是我要 edit create update destroy 對 然後還有什麼 new 好這些 就是 eat em 所以剛剛的東西在這邊貼上 然後 這邊paste一定一樣都是軟的 所以這邊要去做一些事情 比如說 new 欸 new沒有事情啦 edit是atItem.findID create.save,然後回去 譬如說 at redirect to index 可是這邊是action to index 這是最舊版的寫法 新版的寫法可以直接變成XXX底線配置 這兩個寫法一樣 你可以用去配置用法 跟這個用法是一樣的 然後 再是update 然後 然後 perminus 對 然後 解除 都回去上頁 手頁 然後這邊缺一個是 perminus 就是做一個permit的動作 然後 那 permit我想一下 就這樣寫 好 我要去call人家permit 我忘記call了 因為我覺得是 它 因為scuffle 剛剛沒有call人進去 所以它就噴掉了 我們去找一下permit permit有驚嘆號的 permit permit 驚嘆號 對 paramendus 我記得可以直接go commit 然後 然後 我記得是這樣子用 啊 對對對 對對對 它是這樣子用 它有require的東西 所以是這樣子 miten 然後面接 希望可以動 再來一句 編輯 我們好像沒有編輯的View 它是Template 所以是沒有View editor adminitems 這句話 看一下 items的editor沒東西 怪怪的 有啊 admin use cg rod admin的items 有啊 怪怪的 看一下 喔不對 它跳錯了 所以剛剛的lot是錯的 那所以 對 不好意思 所以我們的 兩次View錯 沒錯 所以是 index 這邊錯了 所以 這兩個配置錯了 那麼是 再去找一次 editor是這一個 所以是這一個 對 對 沒錯 這邊 那 還有一個是刪除的 是 delete detroit 是這一個 所以是上面的這一個 應該OK 繼續打一次 編輯 YA 又噴了 我看一下 3 4 1到2 3 4 1到2 所以這邊是 url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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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mf fomf fomf缺的話 你還是一樣去google一下 fomf fomf 然後 help ree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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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它是裡面其中的Macer 所以不管怎樣Ruby的Document插法 就還是去找它Document Document裡面會跟你講說你要怎麼下載對 那這邊一定會有一個UIL 所以它是用Hash的方式來去做 那也就是我們剛剛的Path Edit這邊 這會變成 UIL 因為它只能輸兩個 所以後面這個東西一定是一個Hash 也就是這樣刮起來的東西 那所以 反正你有趣的就過去看它Document 然後裡面應該還有一個是Macer 對 那這個應該答對了 那再回去 Sample2 那之後就可以Key你的名稱價格送出 送出之後 過來過去 A NEO OK 那所以是 我們那邊還少東西 在CtrlMain CtrlMain CtrlMain Dash Card Admin Items 這邊是 AsItem 等於 Item Find Admin Id 然後再去做 這個動作 然後 Admin 整理 OK 那我們再編一次 比如說 經探號,價格改1100 你會發覺這邊有變更成功 之後還要再加,就是我們還要再加幾個東西 最重要其中一個是圖片 所以圖片要加 那這邊還要再加一個是 它叫做file field 圖片 再來是因為我們要讓圖片顯示出來 所以勢必列表上面一定要有圖片 所以我們在Index下面要加 比如說 dh片 Cover 那這邊可以再加一個uil 裡面規定說你要哪一個size 我們剛剛不是定型的大約size 所以這邊要設最小的icon 那重新整理之後 欸不對,這邊是image tag OK,它當然一大堆會破圖 因為我們沒有missing那張圖 就是當圖片沒有的時候 你要顯示哪一張圖片給它 所以它目前的 都是用missing 也就是 這張 image is icon 使得missing 這張圖 那所以你可以上alpublic的上去 然後把這張圖給它 它就是會是變那一張入色的圖片 那 比如說我們去找一個icon 去玩 icon的icon 我看一下 有icon的icon 那 這些也太大張了吧 我好像射150 我好像射150 為什麼都怪怪的東西 我這一張好了 這張應該看好了 查看圖片 看它spg 我不能用sbg 我不能用sbg 好啦,我放棄了 我用這一張 沒關係 沒有,那可以改 比如說 我們丟到public下的 這個 它好像icon icon 這個 images the icon missing 所以 nadr images the icon the wget 抓回來 就剛剛那張圖 那我們把它改個名稱 比如說 mv missing missing.jpg 對吧 可是它們要自批 沒有沒有沒有 我就說等一下可以改 那 所以 我們的model下有寫 那個東西在model下 就是我們剛剛最一開始的定義 所以 在model的 item下 這邊這一張 ok 那 這邊有加一個style 就是 大小張 也就是我們上面有三個 這個東西就是style 那我們取icon 這邊的style 就會是icon 的那個單字 那 所以 我看我把它移過來 變這樣子 那這邊的 剛剛png 這邊就可以改成 對吧 好 所以 我們要再移一次 items ok 就到這邊來 那所以我重新整理的時候就會變得非常壯觀 因為它太大張了 呵呵呵 好不好 就是在把icon再改小 對對對 就把它變小 那我們先這樣子 我去view那邊把linear調 那再來是 我們的 item的indexe 這邊其實你還可以再給它別的東西 比如說 強制150 跟 類似這樣子 就是你給它強制一個長能寬比 之後它就變小一點 那再來是 我們重點不是這個 我們重點是下面這個 也就是我們剛剛要上傳突變這件事情 那 那 我好像沒有正常的改變 ok 這樣結束 所以 這個是hack那個 略過 就是不讓那個掛掉那個小遊戲 所以這樣子其實我們就有讓上了商品圖 而且名稱跟價格都有 ok 那再來是 其實我先做到這邊就好 今天的重點是 如何製作購物車 其實後面的東西就差不多 你就一直補 然後就可以補到很漂亮 比如說 使用者管理 其實就是這個model的 一樣的東西的一個copy 一直擴充就是使用者管理 那管理員管理一樣 那跟類別管理也都一樣 那類別管理 這邊我可以再打一個東西 是如何製作快一點的類別管理 比如說 我先去做一個產生器 比如說 剛剛這個是item產生器 對不對 比如說10x 那我只想要有 10個類別的話 那我可以去做 cad create 然後name是fake 然後後面這邊都沒有 因為它是比較大的實體 所以它本身是沒有東西的 ok 我建了10個類別 在這邊 然後它是不同的名稱 那10個類別 好了之後 我要如何在view裡面的去快速用它 就是 就是剛剛那個下拉式選單 我要趕快把它 就是馬上可以選到它的意思 那我這邊打一個 就是類似 edit的頁面中 這邊加一個東西就是 就是類別 我雖然這邊有個奇音技巧的地方 這個是比較特殊 這叫app.select 它就是會變成一個下拉選單 可是下拉選單有個特殊的地方 它的格式是這樣子 它是一個array 裡面包一個值 一個值前面是名稱 後面是value 點點點 所以呢 我們重點是 如果你去找那個 Hilper的select 你就會看到它 會希望吃到這個格子 它就可以長下來 而且如果你選的時候 它會快速定位到你 它剛剛選的那個 所以呢 我們可以用一些包裝的方式 把它所有的類別先選出來 oh 這就是把那個select名 然後放case那個東西 點map i 小c 好了 那包裝成 c.name跟c.id 就這樣就好了 就結束 它出來就會是一個array 而且前面是名稱 後面是value 這最快速的寫法 那 3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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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所以我去編輯的時候 欸 分掉了 為什麼 我看要select 欸 selectfield嗎 我忘記了 欸 沒有selectfield 為什麼 我看要 找一下 欸 reels culper select form 他在 formculper內 的 formbuilder 然後 的select 啊 不 我沒給他name 就是 這個叫做 id ok 這樣才對 那 再去看一次 欸 我們就有一個很漂亮的 下選單 這就是剛剛build出來的 那 直接送出之後啊 你還會需要去顯示它是哪個類別 可是顯示它是哪個類別 這件事情很激測的是 你會需要去做一個jonging的動作 可是jonging會有一個 N加1的問題 N加1curry的問題 那N加1curry就是 比如說 寫給你看 那 欸 啊對 我要先去改view 看 view的 dashboard的 admin的 index 比如說我在這邊再加一個欄位 叫做 類別 那我這邊顯示的東西叫做 item.case.name ok 那 如果我現在去重新整理的時候 你會發覺這邊就很漂亮 都會立得好好 對吧 啊當然這邊有點不太隨機 因為這邊只有兩份 ok 那我去變個第三份跟第四份 你看 再一個 ok 我這邊有 一二三四個類別 那這邊基本上就一個select 可是我如果按重新整理的時候 如果你去看 console.log的時候 會看到怪怪的東西 這是我們console.log 右邊那個 那 在這邊 這個 很醜 非常的醜 那為什麼是原因 是因為他每一次去找的時候 你就是item.cat 所以他要去那個表 再把它抓出來一次 然後看它是什麼 顯示出去 然後每一次都這樣做 一直做 一直做 所以這個東西就很醜 非常醜 一大排 那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因為這個東西效能 效能頻率非常高 而且如果你這個狀況一直下去的話 效能會越來越差 那這個問題一定要解決 如果你看到這樣子的log 就代表你的 例如那邊是有問題 那如何解決就是 看一下 這解法在console內 就是在 ok 這邊加一個 因為 他後來有幫你做一些事情 這是 include 我記得這樣就好 試試看 他沒有噴就是對 啊 有噴就是錯的 欸 我看 好像加s 我不確定了 看一下 對喔 好 好 那效果 會是怎樣呢 譬如說我再重新整理一次兩次給你看 然後 我們再去看 剛剛的log 剛剛log在 這邊 往上抓 他就會變這樣子 很漂亮 那簡單來說 他先去把 那個所有的items 拉出來 好 然後去找裡面的 cad id 這件事情 到底有多少個 那多少個在這邊 只有四個 那把那四個全部拉出來 拼回去 好 所以 這邊就會變得 超漂亮 對吧 一樣效果 效果是一樣的 可是你的sql就只要兩 OK嗎 所以這件事情一定要解決 那 好 那這邊到這邊就好了 那我們再來做 比較困難的課題 就是購物車 如何去做一個購物車 然後如何顯示金額 如何顯示目前有多少個 那 其實我們就打到最前面去就好 就是 就到這邊 那 我這邊寫一個最簡單的購物車 給你看就好 就是 比如說 去 vp 那 從頭來 比如說 我們再來打最前面的那一層 也就是使用者會看到的那一層 那 我們要先做一件事情是 我們先把它打漂亮一點 items all 這邊真的很醜 因為我不會是這樣寫 那 看一下 ok 這是我們剛剛最一開始的items 那 其中的幾個 這些都不用 因為 它是最外面的那一頁 所以 這個都砍光光 這個砍光 那我們需要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可能是商品名稱就好 因為我們通常不會給使用者看到id 這件事情 我們秀出去的都是商品名稱 比如說什麼什麼 脆餅啊 什麼什麼 蝦酥酥啊 最近我們家的朋友他們家都賣的 然後 然後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名稱 跟 管理 那我這邊簡單打 因為包裝有很多種 之後會上到 css javascript 那邊去 然後 這邊 這邊就會是items.name 跟 我在括號一個是 比如說 items.price 然後 加入購物車 這個東西很特別 這個東西要另外寫 可是 我們先到這邊 那 再來是 我們在顯示一個它的圖片 比如說 圖片 點 cover url 我先弄別的東西給你們看 比如說 如果我寫一個 original的話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有image tag 這個是原尺寸 你懂得解嗎 這是original原尺寸 所以它非常的大張 那通常會去做limit的 所以我們會去把它做別的屬性 也就是 我們剛剛有幾張 比如說 cover 我們cover 比較小一點 對不對 那再來是 我們本來要對外的是icon 這個小一點 而且有材料 它是正方形材料 它中間是正方形 所以這個size 很容易來做產品圖 或是doubleQ 因為它沒有留白的問題 那anyway 就這樣子 然後再來是 最後是加入購物車 這件事情很困難 那 因為這個東西 第一個要配jarsquid 沒有配jarsquid 做不起來 第二個要配你的session 或是你的db的結構來做 那怎麼做 我做給你看 比如說 比如說 這個啃掉 我寫的最上面 遇到df 那我預計它會給我一個ID 所以我們現在要去加 那個什麼 lock 對吧 那 去加一下lock 產品加lock 欸我先說一下 我其實慣用編輯器不是這個 我慣用編輯器是那個 Netbin 我還在用編輯器 所以 我打讓我比較順一點 好 那我們剛剛在items下 那我們需要 do跟end 那我之前沒有說的 我們上個教學少掉的部分 是這邊有兩個東西 一個叫member member member do 跟 collection do 跟end 那 member 通常會預計會有ID 比如說 我直接先測試給你看 比如說 這是 bill 跟 這是 這是 get get 或是post的page deleter沒差 那 我只說它最基本的結構 好 所以我有兩個lots 一個是右 一個是hole 然後分別在member 跟collection 兩個東西不一樣 好 那之後我reqlots出來的時候 也會是不一樣的 OK 右在這邊 後在這邊 又有ID 因為它是member 那member裡面一定會有ID 那collection 就是它會當作裡面集合體 集合體是什麼 比如說 首頁 比如說列表頁 比如說 什麼產品頁 算秀頁也不算 那反正那種綜合體的東西 都會在collection裡面 那 一個 單一個東西 比如說 那一個產品的頁面 那一個使用者的頁面 或是 那一個類別的頁面 就會有ID在 因為你要寫是那一個 那所以這個是member 這是collection 所以它就跟我們直接在裡面直接寫 冒號ID 冒號ID 沒有 反正它接出來的網址就這樣子 那你當然可以在這個後面再接一個問號ID多少 這件事情 兩件事情完全一樣 只不過這個東西會比較正規一點 因為它的ID在裡面 以raceful的做法是 你的action的name在後面 你會發覺edit都在後面 因為你尊重它的ID 在它前面這一段 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後面加出來 比如說我在這個東西 後面再加別的action的話 它的名稱會在後面 在前面 也不會變成一個文號 它整個前後會這樣 好 那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剛剛 玩到來去 欸 好 那我需要一個member的 action 它叫做 r r chart r r 好 然後 我要去做 把它做完 那 所以我們等一下 會得到一個旁邊的ID 在網址內 也就是我們剛剛的 冒號ID的那一段 就是它網址多少 那 之後呢 你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你開始要用session 也就是 session 那比如說 給它一個特殊ID OK 那 我等於 後面就依據你的設計 的不同ID來做 比如說 最好做的應該是hash 而不是array 因為hash 裡面可以加一些數量 我等一下做給你看 array 你要從頭少到尾 這件事情很機車 那 可是如果你要去做另外一個東西 是 逛過了足跡的話 有些網站有做這個 就是它按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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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下面有一個列表 會顯示你剛剛按了哪一些 那個東西就適合array 因為array本身是有次序性的 是有順序性的 可是hash本身沒有 好 好 那因為我們現在做購物車 所以 就這樣子 好 那 再來是 我們等一下會得到一個 tarmine's id 可是我們要先驗證它 這世界上有沒有它 所以我們可以item.wear id id 等於 hotline id 的first item 這邊不用at的變數 因為它自己沒有下一站也就是view沒有用 所以這邊直接區域變數用掉就好了 那 如果有item的話 ok吧 如果item的話 那我們要幹嘛 那如果item的話 我們做一件事情 因為上面已經做了一個 這個我們在ruby的課有講過 這個叫做initialize 如果沒有的話 塞進去 如果有的話 動它 好 那 再來是 item.id over等於0 然後呢 這個 加等於1 結束 這就是一個很完整的購物車範例 我已經其實做好了 只插列表而已 我出來這句話在做什麼 就是 購物車通常 這個是有數字的購物車 就是我按一下它就會加一個項目 那我按10項 它就會變10個項目 那之後你就要去買10個 那當然下一項你還可以再去調它的數字 只不過這邊其實就這樣就ok 然後 那再來是你要回傳什麼東西回去 例如說 我目前購物車到底有幾項 那你可以回傳 比如說 Return RenderJson RenderJson 好像是 RenderJson 然後 比如說 Counter 等於 SessionCard的 Lens ok嗎 所以我會回 一個 一個 Render 對啊 我記得Render 然後我會回一個Json 然後它是長這個樣子 然後 這邊插一句是 2Json 1 1嗎 ok 拍誰 我每次都會搞錯 因為它兩個很像 然後 ok 這邊就ok 那我們對外call的時候 記得用hxcall 因為這邊會是hx的數字 那 我們還缺幾個東西 第一個是 我繼續寫 來不及打了 我會加個投影片 好不好 然後 然後 這個東西可以寫在Layout內 就是 比如說我們在 Rend Layout Application 裡面 那這邊需要寫一個 我目前有多少購物車的量 這件事情 對吧 那 通常我會建議你先不要去寫Layout 先去寫Helper 新增Helper 比如說 df get ok 所以我們剛剛有Session 然後 chart 對吧 那 if 跟 else 0 那 return 0 這樣就可以用了 就是 我先去取有沒有那個Session 那 如果那個Session有東西的話 我把它的長度丟出去 然後 如果沒有的話 就是 你一開始就根本就沒有購物車 所以我就回個0 回去 就大概這樣吧 OK嗎 齁 然後 之後呢 我在View就可以直接用它 比如說 View的 Layout 的 Application 之後這邊就可以 比如說 我乾脆加在最上面那邊 比如說 勾車 數量 欸 不要 我另外加好了 比如說 可是因為這等一下要用HF10的方式去動態更新它 好 比如說 這邊加個div 然後 冒號 記得這邊加個span 因為這邊等一下要動HF10的東西 就是ID counter 然後 直接秀出來的時候 就直接用這個 後面這個東西就是 Helper 就是剛剛那個Helper 然後 我們看一次 Helper 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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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CastLabel 好 我不理他 等一下 我看一下 應該是我們把那個 卡掉的關係 Polo D D D 那是啊 這邊都不用 寫等 沒關係那可能新的就要噴的 反正其實只用我要的call 這邊 連上面這箱都不用 我保持它簡單 OK,那你會發覺現在購物車數量0 對吧 那可是我們加入購物車其實還沒做好 因為我們剛剛只放一段文字上去而已 那我現在call一次Agex給你看 這個是 比較精髓的地方 就是譬如說 對,我還差一個 是 View的 Layout的 Ication 裡面這個還沒挖動 就是我要挖放JavaScript跟 CSS的地方 那我放個簡單的就好,譬如說 Header 叫header 那我等一下用一個content for header 我就可以把內容塞到這邊來 好 那 Anyway,它叫header 那之後我去 Item的index 裡面做 header do 這應該沒有等於 OK 中間這一段code就會出現在剛剛最上面的那一段 就會出現在那一邊 所以我們的 你有時候Layout挖個四五的動作很平常 就是你要把你的subview 需要指定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如果Layout寫的話 你的partial跟cube的量會變少 因為你每個地方都會不上自己塞東西 那 那這邊做了幾件事情是scrib 那這邊用zcory 然後 這是zcory的ready的語法 這個我們之後才上 就是zcory的ready 蠻黏的 我習慣這樣寫就好 那再來是第2個是 加入購物車這個button 很重要就是 比如說 用A跟A包起來 點字號 那 data value 等於 item 要塞進去 不然我不知道 他的id多少 那 之後呢 他還需要一個東西 譬如說 class 等於 alcord 可以吧 我給他一個class 那 上面這邊就可以寫 譬如說 click 方選 當我按下去之後要幹嘛 我按下去之後我預設會去call 增加到購物車那個UIL裡面 而且用get的方式去做 那他就會 touch到他之後再回給我一些什麼東西 那我去寫下去 那 可是我要先看一下我的網址 我忘記 對而且他會回數量 那回數量同時你就可以更新那個數量 對吧 這是1比1的 那 等一下 我起來一點 按錯 Q 這等一下 人家信的我要再打一次 誒 我剛剛做什麼蠢事 等一下 噢沒事沒事 笑了 又好死 往上圓 那我們剛剛有一個增加購物車這個鬼東西 好像在 在在在 這邊 他的網址格是這樣子記得 啊前面是get 對吧 那 接下來 那我回去剛剛這邊 那 JQuery有個語法是 money.get.json 因為我預計他會回json給我了 剛剛的action的最後面是 to 那 render的一個json回來 那所以 網址是這個 那 中間這個是我們要填詞的地方 也就是 加加 那這邊是什麼東西也就是 list 點點點點點點 data value 因為預設會是id進去嘛 所以我們這邊要取id回來 所以 attr 回來 那所以這網址就拚對了 那之後呢 我們會得到一個 json回來 那json回來的時候要去更新到某一個地方 那剛剛的某個地方是 就是 這邊 對吧 那 這邊更新的話就會變成 他叫做sharkant 就是一環一環 沒有哪一個地方對 HML 那 可是這邊又要去看我們之前的扣 等一下我再去看一個 我的背景 我們說bc items OK 你注意看這邊最後會回 不管怎樣 這邊最後都會回這個給我 對吧 那他的格式就是一個叫做counter的key 對一個value 他目前數量的value 那所以我要回到最之前的那邊去 所以這邊會得到的json 就會是 叫做 json.counter 對吧 那 應該這樣就好了吧 我玩玩看 存檔 存整理 對對對 這邊還有一件事情就是 如果你不要讓click去觸發那個event的話 最後記得去 return false 他就不會真的按下去 因為如果你的網址 這個東西有一個連結 這個東西如果有個網址 譬如說google 那如果你沒有return false的話 他會先觸發那個動作然後再到google去 所以你最後記得這種call event的東西 你最後要中斷的話 你一定要把它call一個return false回去 那 我們試試看也不知道會不會對 那 加入購物車 噴了 然後 anyway如果有500的話 請看一下 怎麼掛的 他會跟你講 那 等一下 是network 在這邊 我的東西太多了 在這邊 我的東西太多了 算了 我們看中間這邊 按 按下去 500 那500會跟你講說 他的response Response叫Name Error 那 好錯了 比喻 Cue anyway 這邊還有份在那個 那個叫什麼 BP 這邊 其實你的console.log裡面一定還有份是你的Llog 所以 在這邊 P A R A M S 拍不到你 然後 正常你自己cue 那所以我們再去修一下 看好開喔 然後 等一下 看一下 錯 不是 這一份才對 因為已經開了 那 那 按 再來一次 登登 加入購物車 YEAH 有 而且回你1 所以上面要更新為1 OK吧 那之後就你就有一個很開心的過程就開始按 然後開始按 變3對不對 然後就開始按 然後 然後又變 怪怪的 他動作有點不正常 OK 這其實就OK了 你的上面數字就會動 而且是他的項目數字 如果對的話 那 你當然可以去debug他 比如說你可以把他印出來 比如說 我們剛才做到列號 我們就印在列號內 我們就印在列號內 比如說 Application裡面的 這邊 那這剛剛是 只是秀他的數量而已 其實你重新整理的時候 數量 怪怪的 算了 他沒救了 等一下再去看 那其實你可以把你的東西印出來 就是旁邊的 這個東西印出來 那其實你會知道 不是吧 它是session OK 所以其實你目前有四項 這是他真正原生的內容 那為什麼沒有加1 我再去看一下 我看一下偶爾等於item first if item item id 偶爾等於 wender.json card.length 誒? 對啊 都對啊 為什麼對 看一下 按下去 按下去 給我 set cookie 有給我 然後 cookie有給他 後這邊變成 我等於0加等於1 if item 誒? 對啊 為什麼錯 我記得好像他一遍是trim 我記得好像他一遍是trim 我 對 該不會那麼快就遇到4k的問題啦 我再測另外一個 比如說再按這個 然後 我去看一下 有啊,那就還沒4K,可是它沒有存進去 等於Session ID 加1 啊啊啊,我知道為什麼了 因為這邊要2S Cut 因為前面ID是Key,是String 它是String,所以這邊要再2S一次 那我乾脆就是Key等於 對,然後塞Key給它就好了 Key 那這邊一樣是加等於1 好,再來一次 失敗怎麼是會有的 好,重新成1 耶,它變3了 這樣就對了 所以它要2S 不然它那個Key不對 好,你去看它加加加 它當然不會加,因為你項目就是5個 只不過第一個項目會增加 就是它買的數量會變多 當然這一段沒有Agex 所以它這一段當然不會突 那可是如果我去按其他的的話 那它會再加1 這樣就對了 這就是我們要的 所以你就可以開始平鋪 那個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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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 然後你去按的時候它就會加 那我鋪給你看 VinIndex 那我們有content for 所以上面就可以再加CSS 例如 那這邊打另外一個結構 譬如說有 點items 就是 OK,那 我們這邊不要用剛剛的方式做 因為這個Table是很醜 真正Sample 選這邊大概都會差一層 Ul跟Li 所以這邊就拿掉 那這邊改成 Ul Ul 然後 這邊就要想個結構 比如說 你的方式是上面一個圖片 那圖片通常都不會有東西 那第二層是Name 例如說你可以上Expand 然後 GlideClass Name 然後這個 Link本身也不需要 因為它可能會是一個Button 好 那我們就可以開始做客製化 可是 我先去Call到上面給我一份 我比較好抄 這邊等一下要用了 好 那首先 Li 去做 那 等一下 這是 Items 我撒一個 這邊要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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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改很多東西 比如說 Display 這是我們之後會上的 就是 CSF課程會上到的東西 那 This will block 那Float left 那譬如說 10px 太多 6px 好 那 每一個寬度 120px 然後 高 120 160 180px 然後 margin 是 上市 等一下 我打多少 上 上左 那 4px 0 0 4px 好 那再來是 這要一層層層上 例如說 我們的 ing 那 好 就這樣 那 其中的 Abutton 要變成 那個什麼 看一下 講一下 這邊變block 然後再來是 Abutton 因為它是加入購物車的那個按鈕 那你需要幫他做一些屬性 比如說 CCCDEF 4px 8px 那 喔 對 這邊還有一個 是 tax line 要 center 那 這邊 block innerblock 就好 試試看 等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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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怎麼還要list 欸 有一個flowlab的 過去 items item 這邊要deat掉 containable items items i的a items 欸 有啊 我看一下喔 這邊就是 css 的東西了 lt tax line 欸 等一下 這一個沒有class 怪怪的 可是這邊有class 蛤 patch 打個右就知道 喔 喔 他媽真的可以去 ok 然後 好 anyway anyway 他現在也怪怪的 我再修一下 比如span的name 要改成div block 然後 欸 這個button好醜喔 我看一下 他叫做什麼 算了 我先這樣就好了 加個 框 就不一樣 那這邊再加一個是 這邊要加 因為 你會發覺這框框不見的 因為他被 下面的那張圖 吃掉 所以下面那張圖 也要有圓角 所以這邊就會變成 下面還要再多一點 這個打到8 這樣就 好啦 算了 先這樣 欸 這個最後button在最下面 這個button 先把影藏掉 那這些 下一堂課都會講說 如何去做 這些事情 CSE的課 那之後 我們就有 比較一個大的畫面 可以去看 加入購物車 這件事情 到底有不ok 對吧 那你就開始按 按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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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吧 你多按幾次 沒有 因為這個沒有連動 所以從整你才看不到 所以我們剛剛這邊按了16下 ok 之後 就是去做結帳的動作 那我猜猜我們今天也只能講到這邊 ok嗎 已經到夠過程了 可以吧 那之後其實 之後其實就是把你的Session去做結帳 然後去 我直接口述完下面的過程 很好的 其他人也可以聽得到 就是 結帳動作其實很簡單 就是你先去把Session 所有的Item列出來 Item是什麼 就是它的 前面這個項目 就是它的ID 對吧 所以我去結帳頁面的時候 可以顯示它的ID 它數量就是第二個Value 這就是它的數量 對吧 那之後按出 它確認要訂購的時候 按出送出的時候 你要幫它建一張Order 裡面OrderItem有這麼多 懂我意思嗎 我們剛剛不是建了一個Order 然後Order下面有很多Item 那OrderItem裡面 就要建這些東西 然後把它的 什麼訂單的數量啊 跟金額啊 什麼的 去做快取的工作 那你就知道 那使用者去後台 它的後台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那張單 裡面那張單裡面就有那麼多的 裡面那張單裡面就有那麼多的項目 可以列給大家看 那每個東西就都有多少錢 那裡面 偷偷多少錢 之後就是結帳付款 對吧 那之後結帳付款 那我們剛剛有幾個東西沒有說 是 Status 我們剛剛其實有建立一個Status的Colon 對不對 那 我會建議你這樣打 比如說 Order 欸 不對 打B 這裡建議一個叫做 Status 等於 開始打 從0開始 比如說 新增 然後 付款中 以付款 以對賬 這是我們家的 大概 至少會有這一些 然後 以出貨 問題單 OK 那我們剛剛有講一個就是在Select的那邊 可以接入類似這種Array 它就可以下拉 對 所以你就把這個Array接到那邊去 然後它就有一個很好的下拉選單給你選 那你家的對賬人員就可以去看到Status 那你就可以改任何一個Status 把它改掉 對 那當然 以付款到 付款中 以付款這邊當然就是要接金額 那金額會有一個類似Colbet的過程 那Colbet回來的時候 你就看到這一張單以付款 那你就把它的Status改成 改到以付款 那你們後台人員看到它以付款的時候 就要去對那張帳 那帳對完之後 就要把改成出貨 就是你們就真的要出貨出出去 對不對 那有問題的話 就一定列入貨單 所以這所有的過程都是必要的 這一些項目 那甚至是你們的後台 甚至還要多一些類似String 或是Pax的欄位 去讓你們的 譬如說會計消息啊 什麼東西 去批那張單是不是有問題 或是有些廢註 譬如說它剛打電話 打電話來靠搖擾的事情 然後譬如說它要改發送的地址 然後改那種接收的時間之類的 對那些SBR的地方 都要打那書 那之後它出貨的時候 才不會漏掉那些細節 這整套管理原則 裡面都要有東西 那對我來說 之後反而比較簡單 你的問題點應該會卡在 哎靠我登出了 我說一下喔 我們剛剛的東西又不見喔 購物車規矩 因為購物車目前是放在Session內 那可是那個Session是它一個登錄的過程 跟它譬如說 有幾個過程啊 譬如說我現在開始加碼 重新整理還在 對不對 那如果我把網站關掉 我再進去一次 基本上你還會在 那可是有幾個狀況不會在 就是第一個是我登出 登出的時候會把你的Session清掉 第二個是那 那你換瀏覽器的時候也會不見 因為Session存在哪裡 Session存在這邊 也就Copy內 所以當你登出的時候 就清掉就不見 然後當你換瀏覽器的時候 這個也不見 所以這邊有幾種做法 一樣的做法 就是Anyway 它的schema是一樣的 就是我們剛剛那個東西 把它改變 改變就掉 把它Session改成DB 像是如果你去博克萊的話 博克萊他們家的購物車 就是用DB做 就是你每次按了一筆之後 你就要去滴滴的某個地方 增加1 或增加1 拉回來 那之後 譬如說我開兩次窗 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或是登出在登入之後 就不會有購物車遺失的問題 就是類似利用Radius 都可以 都可以 那邊就是 就是看你結構怎麼做 你要加快速度 當然用Radius 可是Radius持久性的問題 對啊 所以你剛才還是用DB做了 都沒有關係 對 Anyway 對我來說 這邊就是看你真正底層的做法 你可以不用Session做 你可以一樣再開一個table 然後一直在那邊塞 不要塞 跟物品 跟數量 就這樣子而已 所以我們剛剛也其實在做這些東西 好 那這個東西之後就是結帳動作 結帳動作那邊就比較簡單 就是你要把他的 之前的快取的狀態 然後變成真正的 我們剛的 Order跟Over Item的那個人的Set 對 那我們的後台管理那邊 就可以做一個列表 就使用者是誰 然後他有哪張單 這張單 多少多少錢 那目前狀態是這樣子 對 那之後我們就很快 其實就到這邊就好了 這就是整套的購物車系統 好不好 我應該沒有時間打完 因為這樣我會沒有時間兩天 OK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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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問題應該OK了吧 OK喔 那今天錄影到這邊 因為我想拖來 結束 先到這邊就好